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廉杰勤学苦练 他继承了中华民族武术的精华 他的真功夫使他成为我国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北京武术队是他成长的摇篮 武斌师傅是他的开门老师 他对李廉杰用尽心血 进行了十一年的严格训练 李廉杰从小就刻苦练功 非常耗血 十二岁的李廉杰 接着又得到五届全国全能冠军 进行了 李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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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岁的李廉杰出访墨西哥 他跟随中国武术代表队周游世界 在墨西哥和美国等地 受到华侨和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大家看看 他跟崔西辉的对练有多精彩 八年过去了 十九岁的李廉杰 刀枪剑棍十八班兵器无一不惊 可以说是一生都是功夫 常话说 刀似猛虎剑如游龙 枪扎一条线 棍打一大片 看他的功夫娴熟 真是名不虚传 这一天是他妈妈的五十大寿 李廉杰跟他哥哥姐姐在家里庆祝 李廉杰可是个孝顺儿子 特为去买了一个蛋糕 孝敬他妈妈 在李廉杰两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过世了 他妈妈把他们五个儿女养育成人 尊敬老师 孝敬老师 孝敬长辈 是李廉杰的美德 师兄弟们都非常欣赏他 这一天 李廉杰带着妈妈和全家人重游长城 看他多开心 在九年前 李廉杰才十岁 已经经常到长城来练武了 大家千万别以为 他是一头小蛮牛 其实他除了精通武术之外 还精通文学 对艺术同样有浓厚的兴趣 他还爱写作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天高亦有名山寨 武林更任剑侠游 长论自身长短处 方能更上一层楼 李廉杰还能下的一首好棋 经常向奇坛高手请教 李廉杰要练好武术 当然少不了武林前辈的指点 九十七岁的太极专家 吴图南老师 正在传授他的太极真功 他还向八十岁的李子明老先生 学习八卦掌握 武术是来自民间的 要发扬继承中国武术的正宗传统 就要在民间吸取营养 行话说 坐如钟 站如松 行如风 卧如弓 这些都是武术必须练的基本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打千层指 练就千军臂 不练千日功 何来千金利 全打流星 是李连杰独创的练功方法 攻击前后左右 防范四面八方 练的是手引伸法部 学的是腾挪闪闪转 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我们看一看李连杰跟日本少林七段高手的打斗表演 我们看一看李连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一看李连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一看李连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一看李连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李连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连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连杰的醉剑 潇洒飘逸 柔中有缸 挺拔 轻盈 散脱 他优美的醉剧 使人想起李白的诗词 引中八仙 宗之潇洒美少年 举上白眼望青天 角如玉树临风前 一朝一世造型优美 经过名师指点 经过艰苦练习 李连杰终于练成了独树一格的醉剑 李连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连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